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呈现升温态势 多地政府都祭出严格的防疫手段 中央社总和报道 中国国家卫健委统计7号新增了843例本土确诊 和15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当中包含了北京本土31例 无症状感染33例确诊 首都北京丹日本土新增确诊数总计达到64 人 针对北京疫情升温的状况 不少中国网友上网抱怨 在多地风控的背景之下 北京前两天当地还举办了马拉松 如今疫情升温是格外讽刺 而在经济大臣上海市政府 官方账号上海发布 9号发布疫情概况 8号当日没有新增本土确诊 但新增无症状感染4名 全数都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新增境外移入确诊3例 境外移入无症状17例 官方说明 其中两名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是外省来户 返户人员 抵户之后落实管控 其间发现核酸检测结果异常 复合 会诊之后判断为无症状感染 另外两名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为先前报告阳性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在隔离管控期间 显示核酸检测结果异常 虽然确诊数稀少 但当地还是因应疫情清零方针 上海市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多个行政区宣布展开全区全员核酸检测大筛查 现在各地政府除了进行大量核酸检测 希望抓出社会面案例之外 对于入境隔离的措施也还是非常严格 目前入境中国必须集中隔离7加3天 一旦环境采样阳性 也得送医观察 一名台湾人向中央社表示 他隔离期间受检皆是阴性 但是因为隔离饭店门把的采样阳性 最后他还是被送往医院 前后隔离长达28天 花费大约8500元人民币 这名台湾人长期往来两岸 他说中国这三年来持续执行清零政策 由于现在流行的病毒变异中传染力更长 明显感受到风控频率更高 手段更严 他认为入境中国就是配合当地防疫政策 实在没有争论空间 如果非绝对性的必要 没有非到中国不可的理由 他建议考虑暂缓前往中国 因为隔离风控的成本真的太高 对比入境旅客 中国本地民众就毫无办法了 只能够在无止境的风控下承受经济损失 对此问题 中国民政部等等四个部门 8号发布通知 对受疫情影响无法返港复工 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 以及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 无法覆盖的农民工等等 未参保事业人员 为纳入低保范围的有物工地或经常居住地 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但文中并没有透露更多关于救助金金额的细节 此外对其他受到疫情影响 占未就业 基本生活面临困难的大学生 以及其他因疫情导致基本生活陷入临时困境的家庭或者个人 及时纳入临时救助范围 不过民众对此是普遍不买单的 认为配套措施不过是杯水车薪 清零政策延续 日常生活就无法回归 中国经济在当局的严格清零政策 与监管压力之下持续下行 中央社综合澎湃新闻报道 中国房地产市场平若不振 三线城市更是房价下跌重灾区 根据统计 今年9月一共有14个三线城市的新建住宅 和24个三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低于2020年 显示限跌令也没能挡住房价持续下跌 2021年8月 岳阳率先公布了限跌令 要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实际成交价格 不得低于备案价格的85% 但结果岳阳新房价仍然是逐月下降 其他跟进实施限跌的三线城市 也发现是挡不住 接着各地陆续允许开发商自行的下调价格 让出更多力 多盼提倦买气 但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看到成效 中国房市进入量价寒冬 不过中央到地方 频频提出宽松新政 内容涉及优化现代 调整公积金贷款 发放购房补贴 特价房团购优惠 减免气税等等 中指研究院认为 短期来看在环境渐趋宽之下 今年第四季部分一二线城市市场 有可能呈现缓慢恢复 除了房市惨淡之外 中国官方近日试出的多项经济指标也都不乐观 路透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十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减1.3% 扭转了一个月前的0.9%的涨幅 不过情况是略优于路透 原本预测的缩减1.5% 国家统计局指出 生产者价格指数紧缩 反映了去年同期的涨势 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回落 煤矿产业价格跌16.5% 跌幅较9月的2.7%有所扩大 铁金属业链扎制加工价格 继9月跌18%之后 重挫21.1%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2.1% 低于9月的2.8%的29个月高点 主要受到食品价格回落推动 这个数字也低于分析师预测的2.4%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今年因为疫情再度爆发而步履满山 严格的防疫措施 打击了工厂和消费者的活动 中国的贸易引擎也受到影响 10月份进出口皆萎缩 经济学家警告 由于国内压力与全球经济衰退风险 未来几季将会进一步的疲润 全球收紧货币政策趋势 加上美元走强 人民币今年也受到了重创 国际货币基金预估 中国今年经济成长将放缓至3.2% 比4月的预期预测下调1.2个百分点 预计明年将逐步取消严格的 防疫限制 但不会迅速解决房地产危机 等等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至今 仍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外界正传中美领袖有望在 20国峰会上会晤 但目前为止 官方仍未证实此消息 而在可能登场的拜习会前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8号 以一身军装视察军队 高谈斗争 敦促军方加强练兵备战 再度掀起中美军事对立的旗帜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虽然美方多次的高声呼吁中美合作 但比起合作 习近平似乎更重视与美国的竞争 尤其是强化解放军军事能力上的较量 中国官媒央视新闻联播 8号晚间报道 习近平一身军装 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要求军方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习近平在演讲中强调 全军要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 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加强提高打赢能力 有效旅行新时代国军使命任务 习近平在视察时表示 当前世界百年为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中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增强 军事斗争任务兼具反重 这不仅使外界担忧 习近平所指的斗争对象 是否就是美国 内化大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 政治系助理教授王洪恩认为 美中两国仍然有合作空间 但是具体合作与否 取决于习近平的态度 理论上 美国跟中国还有非常多合作的机会 无论是在经济方面的合作 或者是在全球暖化方面的合作 但实际上 美中两国要不要合作 最主要还是取决于中国 尤其是习近平自己的态度 王洪恩表示 目前美中两国经济表现都不佳 因此 美中两国在经济合作仍有可能 不过 中国严格的疯狂政策 已经使得许多外资出走 王洪恩认为 假如习近平的清零仍然持续的话 那中国的经济就好不起来 同时 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合作 就变得更不可能 王洪恩也提到 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有两种手段 分别是经济发展与鼓动民主主义 而现在 中国的经济发展 正因为清零政策停滞 因此 习近平想要巩固权力 只能够透过后者 习近平就会更朝向爱国主义 或者国族主义的方向前进 更强调主权 中国要恢复领土完整 与两岸统一 中国会更强调军事方面 有更多行动 无论是在台湾海峡 或者是在南海 或者是在印度边界 假如习近平持续朝这个方向前进 那么 中美两国的合作就不可能 因为假如在军事上有潜在冲突 就算是美国在经济上有需求 也不可能拉下脸来在这方面要求合作 也因为上述的原因 王洪恩推测 纵使拜登与习近平在二十国峰会见面 而且探讨全球暖化问题 两国元首会后产生的具体成效 恐怕也不会很大 不过目前外界仍然期待 中美领袖可以进行面对面会谈 并且带来关系缓和的讯后 而根据南华早报报道 华盛顿史丁生中兴的中国议题专家孙韵表示 中国内部已经确认 习近平将参加基日零峰会 但是在双边关系前景悲观的情况下 有关习近平和拜登可能会面的谈判尚未决定 他预测是 在中共二十大之后 中国会短暂地释出善意 但一旦出现危机 双方关系就会回到旧鬼 南华早报报道 部分专家认为 中美双方近期的对话语气都比先前缓和 不过有分析师指出 这些互动只不过是基本的外交礼节 缺乏能够解决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的实际方案 另外有专家推测 北京还不确定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拜登的处境与立场将如何演变 这可能正是习近平还在犹豫 发布正式出席声明的原因 中国海外警署的消息近日受到西方多国高度关注 被政府组织保护卫士今年9月份发表一份报告 至中国浙江和福建省的公安部门 在30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警务服务中心 该组织11月7号发文表示 又14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在调查中国海外警署 包括欧洲的奥地利 捷克 德国 爱尔兰 意大利 葡萄牙 西班牙 瑞典 荷兰 与英国 其他有进行调查的国家 还有加拿大 智利 尼日利亚 以及美国 而此消息刚刚更新 就传出有中国警察骚扰流亡中国人 遭到荷兰警方拘捕的事件 组合报道指出 去年流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王静瑜 6号在推特上贴出 自称是中共国安传来的恐吓简讯 该人士声称 他现在正在德国 明天早上7点会乘坐火车到海牙杀害王静瑜 而王静瑜通过WhatsApp 向荷兰国家警察警探报告此事件 荷兰警方快速回复之后 王静瑜在另外一则推文中写道 他希望这次荷兰警方能够逮捕这一名中国特务 不要像今年6月一样 中共特务持刀前往荷兰对他进行恐吓 王静瑜数个月前就因参与中国使馆前的示威活动而被盯上 遭到了跟踪恐吓 接到多通电话要他返回中国 王静瑜7号透露再度的接到自称是中国海外警察的电话 对方表示正在海牙中央车站要来逮捕他 他也立刻向警方报案并假意依恐吓者要求在咖啡厅见面 同时报警处理希望将之神之以法 当日晚间与王静瑜同行的荷兰警方 于车站咖啡厅确认目标之后 拘捕了自称是中国警察的涉嫌人 王静瑜8号到警局新闻情况 警方回复侦查中不方便多谈 但是会有检察官与他联系 他在推特上发文提到 既然检察官进入此事 证明这个案件正式进入刑事程序 他相信荷兰政府一定会严肃处理 中国海外警察遭荷兰警方拘捕画面 引发中国网友热议 留言是一面倒的高呼 中共警察被捕大快人心 现见海外中国侨民被中共压迫的不满情绪 尽管有部分人士不认为涉嫌人是真正的警察 但是其恐吓骚扰是最正确凿 今年来东亚地区情势十分紧张 在台湾海峡 由北京加强对台北施压 派遣军机骚扰之外 更越过海峡中线挑战台北底线 前些日子 韩国总统尹熙悦向一家外国媒体表示 如果两岸开火 朝鲜才会向韩国趁机采取攻击 尹熙悦似乎担心台海发生战争 但现在韩半岛的局势未必比台海情势乐观 韩半岛在平壤当局频繁的飞弹试射之下 紧张局势攀升 更频传朝鲜将重启核试验的传闻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7号晚间在纽约出席外交关系协会 主办的一场活动中说道 朝鲜与台海紧张局势 是可能导致印太地区爆发战争的 两个非常紧迫的安全挑战 他点出 全球很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乌克兰正在进行的战争上 只有片刻的时间转向印度太平洋地区潜在的战争 但拜登政府非常重视解决印太地区 两个非常紧迫的安全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朝鲜 上周大约240架飞机 数以万计的军人参与了美韩 举行的代号为警惕风暴的联合军演 在这期间朝鲜则进行了破纪录的导弹发射进行回应 为了应对朝鲜对地区安全构成的威胁 拜登政府召集了韩国国防部门的所有高层领导人 在华盛顿举行会议 沙利文表示 美国已经采取了一些相当强且有力的步骤 来增强美国的亚洲盟友对美国的延伸威慑的信心 包括将美日同盟提升到新的水平 第二个挑战则是台海局势 对此美国采取两方面的应对 技巧化美国政策的基本原则没有改变 那就是支持台海和平稳定 反对单方面的改变现状 同时还在快速加速的基础上 努力建立威慑力量 使人们清楚看到 试图在世界的那个地区采取一些草率行动的代价 将超过任何行动方的利益 他还表示 中国与俄罗斯是美国同时 而且在同等重要层面上面对的两项战略挑战 他说大国竞争是一个长期命题 而且没有固定的结束时间 他有着与冷战完全不同的性质 需要一套不同的工具来对付 中国既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在冷战时期 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 然而这是现在需要面对的现实 而不是试图简单的简化 未在纯粹的竞争 与在符合美国共同利益的情况下 合作之间做出二分法的选择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持续升高 为了应对美日联合军演 朝鲜频繁发射飞弹反制 而近日韩国同一部部长表示 朝鲜目前正处在随时可能进行核试报的状态 对此消息指出 美国拜登政府已经确定 一旦朝鲜进行核试报 美国将派遣核动力航空母舰进入日本海 跟日本自卫队以及韩国军方合作 展开综合贺阻力 独头车报导 韩美联合军演为期六天的警戒风暴演习 在5号结束 而朝鲜称之为公开挑衅的违线战争演习 朝鲜同部队海上试射独枚飞弹 以及数以百计的弹炮给予反制 包含一枚试射失败的洲际弹道飞弹 随后朝鲜官媒7号宣布 已经进行对韩国空军基地跟飞机 以及一座韩国主要城市的模拟攻击 还说建议粉碎敌人名玩不灵的战争狂乐 报导称拥有核武的朝鲜 今年试射飞弹次数创下记录 上个一半一系列的飞弹试射 包含其中一天创下单日数量最多的记录 而根据韩联社 专门负责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 统一部部长全林氏7号表示 朝鲜目前正处在随时可以进行 第七次核事报的状态 先前很多人推测 朝鲜将会在中共二十大结束后 跟美国其中选举之前进行核事报 不过目前并没有发现 朝鲜将要进行测试的迹象 同一天韩国合同参谋本部一名官员表示 韩国船禁已经找到 据信是朝鲜短程弹道飞弹的部分残骸 这是朝鲜弹道飞弹首度落在韩国海域附近 这名官员表示 韩国海军救援船运用水下探测器 收回碎片 目前正进行分析 此前美国政府一名高阶官员 向路透社表示 美国虽然从今年5月就警告 朝鲜目前正准备开示 2017年以来首度重启核武 但是目前并不清楚 核实会付诸行动 此外美方认为 中国跟俄罗斯手上 可能过有可以用来说服朝鲜 不要重启核式的筹码 华府希望俄罗斯跟中国 可以尽自己最丹的努力 去说服朝鲜 而如今 日本共同摄影术不同管道消息人士表示 美国拜登政府已经确定方针 一旦朝鲜进行核试验 美国将派遣核动力航空母舰进入日本海 跟日本作为队以及韩国军方合作 展开综合合阻力 此外美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追加制裁决议案 日美韩三国也会同时公布单边制裁措施 相关准备目前正在着手 消息指出 日本防卫省计划明年开始开发移动式临时港口 目的是让自卫队可以快速部署在东海岛屿 以求在台湾有势等情形之下 可以防卫琉球群岛 日本冲绳县直市 玉成登尼近日也向媒体表示 绝对不允许台湾有势 就是日本有势 而适得冲绳沦为军事打击的目标 日经亚洲7号报导 日本防卫省计划在数年之内预备好临时港口 一地日本在台湾或是其他地方 爆发武装冲突时保卫琉球群岛 琉球岛链从九州一路延伸至台湾附近 其中许多岛屿缺乏大型港口设施 此项目已经被纳入2023财政年度的预算请求 不过并没有表示所需金额 防卫省将其定位为提高机动展开能力的措施 预计2023年着手研究开发 使其可以容易运输以及组装 还要可以抵御海浪跟岩分侵蚀 材料将以漂浮材料来制成 可以将人员物资跟装甲车 从舰艇上卸下运到陆地 根据报导 移动式码头将可以由漂浮材料制成 这种码头可以让原本仅有扫行港口的岛屿 将码头延伸至外海 而且都是大型港口遭到破坏时 也能利用移动式码头来替代 日本自卫队运输舰总长度为178公尺 吃水深度6公尺 目前六地群岛离台湾最新的仙岛群岛之中 只有两个港口可以容纳这么大的船只 除了军事用途之外 移动式码头也可以用在紧急救难 例如运输骚访车 同时日本冲绳县知识 郁城丹尼近日接受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采访 被问到日本政府反复提到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冲绳民众究竟有何诉求时 他表示 他相信冲绳跟中国民众都认同 绝对不能这次发生战争的观点 他说绝对不允许所谓的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使得冲绳沦为军事打击目标 呼吁相关各方透过冷静和平的外交方式展开对话 而至于被问到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以及其他美军基地相关的问题 郁城坦言 冲绳县基地负担情况过于异常 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 2018年开始 郁城担任冲绳县知识 他说他可以理解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必要性 但是冲绳县早在去年5月 就已经向日本政府提出六点诉求 包含整顿缩小美军基地 缩解训练水域空域 从根本上重新评估日美地位协定等问题 为了纪念建立日本海上自卫队成立70周年 日本六号在神奈川举行国际关键事 首相安田文雄登上海上自卫队最大型护卫舰出云号 还有来自美国、澳洲等其他12个国家18艘舰艇共同参与 不过对于乌克兰发动入侵的俄罗斯并没有受到邀请 而中国则是受到邀请之后没有出席 综合媒体报道 日本时隔20年二度举办国际关键事 总计有来自美国、韩国、印尼、新加坡等12国共18艘舰艇参与 在神奈川县的粗膜湾里面展现海上联合作战实力 而日韩过去关系因为诸多争议陷入冰点 不过韩国海军本次也派出舰艇参与 被认为有助于改善日韩防卫当局之间的关系 除了舰艇之外 美国跟法国也有6架航机登场 自卫队出动20艘舰艇跟27架航机参与 不过日本政府并没有邀请俄罗斯 而中国海军虽然有受到邀请 不过最后通知日方并不参与 岸田文雄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多用途运用护卫舰 来观摩各国舰艇的航行 之后并登上美国尼米兹级航空母舰雷根号参观 至于实际2015年安倍晋三前首相之后 再度的日本首相登上美国军舰 韩国分析双方是要借此展现出美日同盟的坚不可摧 岸田在演讲之中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并且抨击朝鲜最近持续发射飞弹的挑衅行为 朝鲜其中一次飞弹试射 甚至是2017年以来首次飞越日本上空 并且引发日本罕见的撤离警告 此外尽管岸田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 但是他表示 围让我们国家的安全环境越来越严峻 包含东海跟南海 而近期北京跟包含日本在内国家相关领土争议中 采取强硬立场 暂天发表上述言论之际 东京正在起草安全计划 准备在未来五年之内将国防支出增加以倍 这也代表日本国防将出现显著变化 至于继续在国际关键室之后 举办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 中国虽然没有派遣军舰参加国际关键室 不过依旧派出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兼北部战区副司令员 王大中中将率领团队 来参加两年一度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 相当于海军司令的日本防卫省海上幕僚监部 海上幕僚长九景良 在开幕致死的时候 当着王大中的面表示 绝对不懂是以武力改变现况 为了将自由开放的海洋交给下一代 各国之间紧密合作不可或缺 不过分析认为王大中出席可能被解读为 俯联内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递出橄榄枝 彭博社8号报导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批准29.1万亿日元的 经济刺激计划追加预算 路透社则指出在看到支出计划草案之后 日本将在本月先编制第二份额外预算之中 支出1.4万亿日元的额外财政贷款 根据彭博社看到的文件 本财政年度第二份追加预算 部分资金将来自于发行22.9万亿日元股债 而这势必将进一步推升日本本就高气的债务负担 这些措施主要是岸田为了遏制日元跌至三年低点 而加剧物价上涨对家庭跟企业影响所做的努力 日本民众现在对于通膨非常不满的情绪 已经拖累岸田支持度 来到时的以往政府陷入危险禁地的水平 至于路透社则指出在看到支出计划草案之后 日本将在本月编制第二份额外预算之中 支出1.4万亿日元的额外财政贷款 路透社看见的草案还显示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将提供5010亿日元的额外贷款 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在发达经济体加息之后 抑制食品价格飙涨以及本币贬值 此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联盟伙伴公民党的税务小组负责人也表示 政府可能会选择对年收入超过10亿日元的超级富豪来课征税 上个月底法新社才报导过 日本央行依旧拒绝放弃造成日元汇率重创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当时日元对美元汇率已经重贬超过20% 此结果促使岸田政府宣布 综合经济对策裁员将包含2022年度第二次追加预算案 规模大概是29.1万亿日币 此前执政党议员以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为由 反对下调刺激计划预估额 也促使岸田文雄跟财务大臣林木俊一 重新审核该计划预算 而决议公布之后 如果加上民间投资跟财政措施 振兴计划总规模可以达到71.6万亿日币 并可以促使经济增长达到4.6% 岸田还表示 日本政府准备采取适当行动 来应对货币市场过度的波动 同时根据刺激计划 日本政府明年将持续实行汽油价格补贴政策 以要指家庭跟企业不断上涨的能源成本 直到下个财政年度的上半年 此外电费补助的计划 最早将在明年1月开始实行 日本疫情升温10月中旬以来 登日确诊人数逐步增加 过去一个礼拜大概有40万个人染疫 比前一个礼拜增加超过12万例 专家警告这代表第八波疫情即将来临 日本后山劳动省呼吁加强疫苗接种 以希望民众预先采购快筛试剂跟常备药品 送口媒体报导 日本各地疫情10月中旬开始升温 日本后山劳动省大臣加藤盛兴表示 虽然日本各地疫情情况都不同 不过目前已经在北海道跟东北地区等地 看到确诊病例增加的情形 他表示目前疫情扩大可能导致第八波疫情降临 该做的事情现在就必须进行部署 加藤除了呼吁民众接种疫苗之外 也希望民众提前采购快筛试剂 以及退烧药等常备药品 根据日本政府后山劳动省统一公布的疫情统计 日本全境截至11月7号为止 一个礼拜平均每天新增确诊病例 是前一个礼拜的大概1.42倍 47个独到浮现全数增加 特别是以东日本为主的增加速度变快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弈表示 目前的疫情扩大如果持续下去 有可能导致全国性的感染扩散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号也要求各独到县府 协助抑制新冠疫情第八波的影响 对时日本政府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专家成员 东方大学教授广田一博表示 目前由东日本为中心 多个地区确诊人数超过前一个礼拜的1.5倍 日本全国确诊人数也连续三个礼拜以上 超过前一个礼拜 第八波疫情临近的征兆越来越明显 之前疫情大国膜蔓延之前都曾经检测 养性率居高不下的情形 而如今东京的养性率已经接近30% 数值越来越高 他还表示针对新冠病毒 Omocor-IA-变种VA.5研发的疫苗 被认为在预防Omocor病毒株方面有显著效果 不过针对VA.1研发的疫苗 对目前占据主流的VA.5亚变种的预防效果 也同样值得期待 所以希望可以接种的人都尽快提前接种 这一点非常重要 而针对疫苗 财务省7号也召开会议 指出未来新冠疫情如果变成类似流感的传染病 疫苗就必须定期接种